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又是一期老胡答问的节目 我们先来听听今天这个观众带来的问题 老胡你好 我想问一下 在油管上面做宗教方面的内容可以吗 这方面值不值得做 好 谢谢这个问题 你看这是标准的老大爷用的玩具 保龄球 那么这个问题有意思 非常简单 我其实一句话就可以回答 当然可以做 没有问题 也有很多宗教频道是盈利的 当然这里头有注意的地方 就是不要用宗教的内容 把它极端化 引起冲突或者是误解 那么这个YouTube这平台就会惩罚你 会关闭你的频道 会关闭你的获利等等 这些都见到过 正常的做宗教的频道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言论自由信仰自由 这个方向也有大量的重要频道是盈利的 所以问题这么简单的回答就这个层面 这个问题这么简单 我为什么要专门做一期节目来回答呢 当然有它不简单的地方 不简单在几个地方 我跟你讲 第一 这种问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 跟这个问问题的朋友没有关系 问题问完了 我就通过这个问题 举于反三 这个时候我在讲的任何的难听话 跟你没有关系了 问这个问题 方法 有问题 因为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相信老胡 迷信到老胡叫你做什么 好像得到批准 你继续做 那你也太幼稚了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不能这样子玩 第二 如果是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你就不需要问这个问题 那么我讲给你听 你也不会相信我的答案 那么等于是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不管你相信 或者不相信我 这个问题问的都不对 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个点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呢 就回到这样做自媒体的初心上面 你究竟想干什么 如果你是想做宗教 你想做宗教内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你是想宣传福音 宣传宗教对于大家怎么好 还是讲我利用宗教让我赚钱 你这个要清清楚楚 你的初心是什么 是为流量 为自己 为钱 还是为宗教 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非常重要 那么自媒体 你要关注的是自己 不要去只是 为了一个外在的流量那些东西 因为你如果为了外在的东西的话 你一定会走下线 走下道 最后走到歪路上面去 我不讲吗 我们古人通常讲 五十步笑百步 我讲的有一个叫做 一步笑一百步 两个是同一个性质的 如果你纯粹是为了流量 你完全就可以往低级走 走极端 你不要又假装清高 然后又走的是流量线路 就是我们讲的难听话 不要又做表执 又想立排房 你确定了 你这几年的策略 就是走比较下道的东西 能赚快钱 那么你就那样的去做 如果你想长久的把自媒体 当做一个事业来做的话 就千万要警惕自己 做事一定要做的彻底 要对得起自己 所以提问的方式有问题 你得回归到自己的初心 做自媒体的核心 是找到自己建立个人品牌 所以你看我今天要借题发挥 来强调一下 做自媒体的发心应该是如何 最后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往大了说 要做成一个个人品牌 往小了说 也要记录你个人的学习成长 那么什么是个人品牌 我们今天不讲书本的定义 品牌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商业术语 不是一个哲学名词 讲到底品牌就是钱 一个不能换钱的品牌 不叫着品牌 或者是讲不是一个好品牌 关于品牌 我写过这么一句俏皮话 什么是品牌 老干妈出豆腐卤了 买 你看看 老干妈是做辣椒酱起家的 最开始他没有做豆腐卤 他哪一天突然做豆腐卤了 放在那个架子上 我毫不犹豫 就会去买的来试试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老胡将来哪一天 如果有幸能做成一个品牌的话 意味着哪一天你听说 老胡出书了 买一本 这就是品牌 最后在创建个人品牌 这样一个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内容 我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这个时代没有小众了 有的人在没有开始的时候 过分的强调一个创意 好像一定要想出一个形式 或者是内容方向 大家都没有玩过 你是开天辟地的一个鼻祖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一般的人不可能聪明到 这个世界上几千年 才出了你这样一个人物 让你想到一个划时代的东西 这种人有 但多半不是你 还有另外一些人 就完全忘记自己去追逐流量 但是好像又还没有low到 去做那些很差劲的那些节目 那么这些人就是典型的市场派 他会花大量的时间 去研究所谓的趋势 关键质 优化等等等等这些表层的技术 很快就能发现 说电影 做美食 通过PPT来讲养生 等等这些东西 哇 好多人看了 非常容易做起来 但是你没有听说过一个叫 倖存者偏差的东西吗 所有你看见的东西 都是大浪淘杀以后 留存下来的一些东西 其实你自己去开始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远远不是你看见的那个样子 那么我的群里头来来往往几千个人 任何一个所谓的热点内容 都有至少十个人以上去尝试过 但能做到过省盈利的不多 能真正把这个号做起来达到几万订户的 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在选择内容方向上面 不要去追逐那些统计出来的所谓的热点 一定要追随你自己的内心 做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一个人做一个事情 如果只是为了金钱没有兴趣的话 他是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大做成功的 这背后的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从开始做这件事情 到最后你做成功做大的 中间要经历无数的挫折和折磨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钱 你很快就会放弃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赚钱遥遥无期 只有兴趣才能陪伴你走过这一段 艰苦的挑战的时间 所以找到自己的兴趣 你才有耐心去做一件有积累 有成长的事情 给他时间下个功夫 你最后才能看见结果 这是一个人做事成功的心法 也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 所以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持续地做下去 就这么简单 再也不要去想所谓小众大众 那个统计出来的所谓的大众 不是你的大众 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你自己真正喜爱的 这个所谓的小众 就是你的整个的世界 当你把它做得足够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孤儿 这个世界上有77亿人 会有足够多的观众喜欢你 这就是为什么在老胡的实战群里头 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求大家 回归初心 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我的兴趣是什么 我现在自己开始慢慢地明白了 你的兴趣是什么 我无从知道 你在我的实战群里头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逼你去找到你这个兴趣 怎么找 通过行动来找 不是通过想象 通过分析来找 非常遗憾 我们很多人从小所受的教育 使得我们这种自我发现的过程 显得异常的痛苦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人自我觉醒 个性解放的必由之路 这一关非过不可 好 老胡就像是一个有强迫症一样的人 硬要把一个本来简单的提问 搞成一个高大上的预言故事的讲解 怎么办呢 这是自媒体啊 这是我的频道啊 首先老胡自己要讲得爽啊 你听得爽不爽啊 要排在第二位了 对不住了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宗教内容的问题 答案就是 如果你喜欢是你的兴趣 大胆去做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